少女的悲惨世界母吸毒入狱 又招妇乱伦逼跨年炮 即跨父亲趁着老婆入狱性侵女儿 这名可怜的被害少女 本来是喜欢上学的乖巧女孩 但母亲入狱后2015年起 开始敲课缺交作业 还要师长们别管她 当时导师以为少女学坏 直到2016年1月 少女听完校方性教育宣导 情绪爆发 告诉导师被爸爸性侵 越经几个月没来 导师火速通报 确认没怀孕经社工安置后 少女娓娓道出 在2015年1、2月 被爸爸性侵夺去童真 爸爸时候还威胁她 如果告诉别人 会先杀了她再自杀 少女不敢声张 之后每月遭爸爸性侵三次 而且每次都要先帮爸爸口交 爸爸还从不带套 2015年12月31日 还突然兴致勃勃地告诉她 有种东西叫跨年炮 又性侵她 少女笑着讲述 但长着长着眼泪一直流 师长们震惊又心疼 她向导师说出真相后 当晚回家又被性侵 这次爸爸居然要她叫老公 少女出生拒绝 父亲也真的停住 时候少女就一验伤 在内裤验出爸爸的DNA 但少女爸爸否认所有指控 称是女儿不服管教 所以诬赖她 法官指少女有焦虑 萎缩等创伤后压力症状 相关证据也显示 少女没诬赖爸爸的动机与行为 反而是爸爸无法自圆其说 加上少女爸爸又有吸毒前科 被依29个加重强制性交罪 合并判刑20年 都新闻总和报道